全国接近一半55岁以下的雇员工基金局会员 户头存款低于1万令吉 首相前财政部长拿督斯里安华说 截至9月30号有630万名或48%55岁以下的会员 户头存款少于1万令吉 他指出这一数字相较于2020年4月 也就是有关关病特别提款计划落实之前还要高 当时共有470万名或37%的会员存款少于1万令吉 他昨天在国会以书面形式回答国盟野新国会议员 祖基菲里的提问时表示 如果会员的存款低于1万令吉 他们在未来20年的退休金每个月只有不到42令吉 安华补充允许会员从公基金地户头额外提款 也会对会员造成长期影响 以致他们的退休存款大幅减少 他也说公基金存款不足的问题非常严重 尤其我国正面临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象 这将对国家和人民产生巨大影响 特别是在经济、生产力、社会、福祉、生活质量 以及健康等各方面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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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